据老话传言 假如独自在街角遇到猫咪 千万不要跟过去 因为猫咪拥有阴阳眼 跟着她很有可能遇到脏东西 可小丽偏偏不信邪 为了斗一斗猫咪 她尾随猫咪来到两楼的夹缝 她探身看去 发现墙缝里好似卡着什么东西 并被黑色的袋子包裹着 小丽没有多想 于是她禁止地抱出猫咪想要转身离开 可就在这时 墙角内突然伸出了一只鬼手 死死地抓住了小丽的脚踝 不明所以的小丽壮着胆子 小心翼翼地掀开了黑色袋子 她却惊恐地发现 里面竟然埋藏着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并且死者还瞪着双眼痴痴地看着她 小丽被这圣人的一幕吓坏了 于是她赶忙起身向着家中跑去 可小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死者的亡魂早已盯上了她 惊魂未定的小丽 正准备乘坐电梯回家 可诡异的是电梯关了几次 却怎么也无法关闭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电梯口一样 小丽很是疑惑 然而就在这时 她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 于是她胆战心惊地抬头看去 竟发现在天花板的抽风机里 有一个脏东西正在死死地盯着她 此时的小丽彻底崩溃了 于是她赶忙找到了一位大师寻求帮助 可大师听闻了小丽的来意后却告知她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鬼神之说 一切的鬼怪 都只是人们胡思乱想编造的而已 有了大师的安慰 小丽平安地度过了12年 转眼到了2023年 长大后的小丽 毅然成了一位网红歌手 老板为了奖励她 还特意为她准备了一所高档公寓 以方便两人随时交流 可小丽搬进来的第一天 她竟发现自己的邻居 竟是当红影星阿伟 于是两人礼貌性地打了招呼 可当天晚上 刚刚洗漱完的小丽 便收到了一条添加好友的短信 小丽本以为 这个网名叫做啾啾的人 应该就是隔壁的邻居阿伟 于是便兴奋地和她聊了起来 谈话间两人越发的暧昧 随后啾啾说道 无论到死 她都会一直陪在小丽的身边 原本一句暧昧的徒微情话 却瞬间勾起了小丽不好的回忆 此时的小丽顿感到桌下 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于是她慢慢地俯下身 朝着桌地看去 竟在里面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死人 可等她缓过神来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小丽以为定是自己太累看错了 于是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诡异的是从这以后 每当到了深夜 她都会被乐梦惊醒 无奈之下 她只好找到了私交甚好的老板 并希望老板能够搬过来和她同住 但老板却表示 自己还要照顾家里人 小丽看到老板如此狠心 于是便和她大吵了一架后 生气地转身离开了 而此时老板的内心也是烦躁不已 于是她掏出了一根花子 想要解姐们 可就在这时 一只鬼手从她的背后伸出 静止地将她拽下了高楼 第二天 消完气的小丽 高高兴兴地准备回家 可她刚刚走到楼下 却发现自己的老板 早已坠楼身亡了 随后在局里 坐完笔录的小丽 返回到公寓时 恰巧在楼下遇到了邻居阿伟 于是害怕的小丽 赶忙扑进了阿伟的怀里 寻求安慰 可此时的阿伟 却是满脸的疑惑 接着阿伟怒斥小丽 他们之间并不熟 劝她能够自爱一点 随后便一把推开小丽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可小丽怎么也想不通 那个一直在网上聊她的人 现实中会如此的冷漠 伤心的小丽找到了闺蜜诉苦 闺蜜看到小丽如此痛苦 心疼不已 于是便鼓足勇气 当众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看着闺蜜痴情的样子 小丽彻底崩溃了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只是短短的一天时间内 她就失去了自己的爱情 友情和事业 可就在小丽绝望之时 她又收到了一条 揪揪发来的信息 短信中写道 自从装修完房子后 我一直都在陪着你 小丽看完短信后 这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公寓在装修时 装修工对小丽一见钟情 工作至于 她竟偷偷地配了一把钥匙 经常趁夜 潜入到小丽的家中陪她 那天小丽在和老板吵完架后 装修工一气之下 竟直接将老板推下了楼 当小丽反应过来时 背下坏了 于是她赶忙起身 繁琐的房门 可就在她转身时 竟无意间看到了 摆放在桌上的李 原来由于小丽经常外出演出唱歌 总是嗓子干痒 需要吃梨润喉 可怪异的是 小丽最近却从来没有买过梨 想到这里小丽有些怕了 她明明装感觉 此时那个变态的装修工 就藏在自己的房子里 惊恐之下 小丽赶忙起身 躲到了一旁的衣柜里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一脸猥琐的装修工 恰好就躲藏在里面 小丽彻底被吓傻了 她放声尖叫着跑出了衣柜 并赶忙拨通了报警电话 等办案人员来到现场后 装修工并没有反抗 而是一脸爱意的看了一眼小丽后 毅然决然的套殴身亡了 而从这以后 小丽也开始变得微眯不振 这天大师安慰小丽 只要自己的心中没有鬼神 就不会被鬼神所打扰 可大师的话音刚落 小丽却盯着她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 原来此时装修工的亡魂 静止停停地站在大师的身后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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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